! 話 fu 大家好 今天迪四圖來到車仔圈 今天是第四屆 負責人是我身邊的 prenuz 你们 monitor 這個抱貨是甚麼呢 車仔圈的抱貨非常簡單 因為我們有很多香港品牌 autism 都是做車仔的 我們希望不只香港 可能給亞洲 甚至是全世界人都知道 原来香港的车仔其实都是值得去留意的 大约有多少个参展商参加? 今年其实有大约15-6个参展商 当然还有一些市集 我们品牌上其实主要的香港品牌都在 香港的朋友更加值得来支持 这个位置在哪? 在D2 Phase 1 7楼 现在在这个位置就跟车仔好像没什么关系 是游戏的 但是我想车的朋友都喜欢玩这些赛车游戏 昨天出的吗? 昨天出的 就是Test Drive Unlimited Solar Plant 这就是一个以香港街道做背景的赛车游戏 昨天就刚刚出 今天就率先在这里 大家又可以试玩 我们现在立刻去看一下这个游戏 来到这个游戏前面要排队 稍后我就会下去试玩 第一个玩法 因为他们设定了是比较轻易 是没有太感的 好像不是比较 后来公仔就帮我调校了 比较是 多了三成出力 三成出力 那就像很多了 比较多了 比较多了 但是都是很虚拟的 这个游戏挺好玩的 但是大家有兴趣 都可以试试玩这个游戏 我们现在就在一个Inno的摊位 他们今次为今次车制战推出了几款特别版 包括RX7和GT-R 也都这么说 现在玩车制 除了说普通话玩车之外 其实他们有一些叫什么 隐藏车 我们叫Trace Car 这架是像Trace Car 或者是叠反了 这个盒 这个盒看不到里面 对了 就是有一些像盲盒的概念 当然 Trace Car的话 当然数量就会少很多 那个收藏价值也会高很多 很多人都会因应Trace Car 即是薄 所以就买多几个 好 我们去到另外一个香港品牌 叫做Porkways Porkways那里 其实今次也推出了一个 叫做车仔线的特别版 当然有一个银底的紫色 还有前面那个头盖 也不做了一个弹杯 还有呢 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的头盖 可以打开 看到里面的结构 看到里面结构的时候 亦都这么说 现在造车是越来越精细的 譬如里面的引擎 或者是后面的结构 都可以清晰看到 以前我们说 玩车仔的话 可能说我只是马鱼切回去 以前好像玩Tomica 但现在其实越来越看到里面 包括是引擎 甚至连内窿它们都有上色 还有这边左边也有趣 这些还没上色的 左边我们就叫做灰帽 灰帽的话 灰帽的话 就是我们在叫做P-Production的时候 它们是拿来做Sample 或者像今天那样 做一些展示 给大家知道 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些什么的申请 好了 现在这些就已经上色了 上色的话 其实就是推出载职 因为上了色的话 那些色没问题 交给厂做Approove的话 其实它们就会做生产 是 这辆车的历史交给厂迪帽 这一辆 这辆是平时参加GD-Ti 的一辆车 很出名的CLK GDR 香港也有 偶尔不偶尔 有辆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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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现在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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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會比較少見到 大家會比較多見的是灰帽 但他們在車間的形態是怎樣呢 就是類似這樣套在上面 現在因為Greenlight 其實就被一個香港公司收購了 變相都想做多一些教育的工作 JDM 它就是符合亞洲車迷的口味 Type R 亞洲車迷特別喜歡 這個是車底紙特別版 所以看到後輪上面寫的Hong Kong Tiger Salon 有你找的 對 多謝 這些是比較美式的 又這麼說 又不要小看美國的市場 其實都有一班客人在香港買美國車 我們以往軍事模型來說 主要是1比72或1比144 但其實隨著我們越來越多人玩1比64的時候 他們就開發了1比64系列的軍車 就可以配合我們其他車仔去玩的 這是不是卡通片的造型 對 這些卡通片的造型的時候 他們亦都是做遙控坦 因為他們本身的母公司 他們本身的母公司 其實他們是做遙控坦的亞洲其家的 變相了他們將整個size 縮小了 令到多些人可以享受到這個樂趣 好玩 好玩 來到現在這個托爾的車仔 這個品牌有什麼特色呢 托爾這個內地品牌 其實在這幾年霧升得非常快 贏什麼呢 贏特色 贏他們做工做得好 贏性價比 譬如說我們見到大伯菜 大伯菜車 其實是說東北地區的時候 他們冬天就要拿大伯菜 然後就要去收織 然後就要去儲存 所以變成了 除了說有大伯菜和車之外 它有個綁稱 也都有其他市罩在這裡 最重要是什麼呢 黑色的那些看不到 煤炭 就是一塊塊的煤炭 這些就很東北的特色 還有看到這個盒子 已經將一件一件的東西 好像我們賣其他的用具 賣得很漂亮的一組出來的 是啊 因為現在的玩法 除了說玩車制之外 開始玩場景 場景的話就需要很多不同的配套 它這個品牌有一樣東西好的 譬如說 它上面大伯菜 其實有一個大伯菜的介紹 好像有一個白科傳輸一樣 當然這些詞字又比較細一點 但是如果你細心看 其實我這樣看 叫掌智息的其實也會 還有一架就是特別可以拆開的 另外一架其實就是一架駕汽車 駕汽車來說雖然它都是 車型都是筆氣的VJ130 但是它後面就是說 因為以前在內地做一個叫做駕汽的時候 叫做送舉駕葬 那些叫做17件套 在8架車上 是的在上面 所以你可以逐件逐件歡樂 那就是買一架車就有17件東西 差不多 所以性價比很高 好 以往呢我們就是玩火車 通常都是玩一些日本 或者是一些德國的品牌 但是過去幾年 其實內地品牌 都叫做約升級非常之好 那我們譬如說一些 可能我小時候坐的那些 譬如說東空4B 我們時間高鐵化之後 這些全部都退役 退役 要在博物館才看到 或者大家會多拿一些以前回鄉 去廣州的時候 坐幾個小時火車的回憶 就在這裏 變成了其實現在就很多人 會去儲一些叫做火車模型 其實我覺得就是儲一些 當你失去才知道擁有的可貴的東西 就來沒有就儲了 買回憶 是的 這個是什麼品牌 BM Creations BM Creations 都是一個香港的品牌 那它玩呢 就是它們的特色就是那個玩法比較多元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頭幫板是可以拆的 它的頂架也可以拆的 甚至乎是說它的輪子都可以拆的 它的拆是不難的 拆了它有什麼玩意呢 拆了它就可以換第二個套裝 就像一個套裝車的 像一個套裝車的 像一個套裝車的 就是自己可以挑選自己喜歡的品牌 廠商就是你買了這個模型可以再買其他配件玩 沒錯 或者我們看到這架就算是 駕駛Land Rover的六成六鞋 旁邊其實有大量的配件給你自己去改裝 變成了一架車好幾個玩法 都挺精細的 都可以嗎 來到微影這個counter 就看到都很多香港情懷的車種 例如的士小巴 還有其他不同的車仔 這個品牌有什麼特色呢 其實這個品牌一直都在做一個香港情懷 所以它們出的車都是圍繞香港做主題的 無論是說一些叫做的士也好 這些就是一些新款的的士 之後也有一個其他的 就是現在最新的比亞迪的E6 甚至去到巴士工程車都有 工程車都有 工程車這些都有 每一年其實它們在這個展 或者是全球都出很多不同的車款 始終香港的巴士不是有多 甚至乎的 它們本身都有很多店舖 甚至機場都有 那些旅客都會買來做手術車員 哦 要買紀念品的 那我不買魚餅了 我不買黑人餅了 那我就可能買一輛車仔 做紀念品 那都真是很香港人的工作 或者是經驗精神 沒錯 好 來到這個Counter 叫做MM Model 是的 還有一個Mini 就是特別美型的 是的 沒錯 因為很多人都開始說 除了玩車之外 也都開始玩場景 場景來說 精細是甚麼呢 車和人仔 一個車和人仔的配合 譬如說MM Model 以前是做開Fixed Gear 就是單車比較多 單車工藝是比較難的 因為很細的 其實是很幼的 變了就是 也都這樣說 因為MM Model的翻牌 它自己都踩開Fixed Gear 所以將自己的興趣 做了下去 就是微縮模型代 這次它做了兩個電單車的縫飾 它們特別的地方是 它的頭是可以跟回的 跟換了之後就可以 像這裡 是的 沒錯 跟換了之後又變了不同的玩法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用這些 嘗試一下可以不可以 可以不可以 要要要要要幫手 這個危險 我怕這個 你示範 這個換頭的工藝真是 不是簡單 好易搜尋 好 成功 完成 但是完全令到一個感覺 記得要這個 又多一個換意玩一下 比例 比例很小 手指 手指甲的手指甲 真的很小 但很政治 手工真是 最重要是上色 上色是最複雜的 上色的時候 一點歪了就 眼眉高低 就是眼眉去那邊 那你會寫 Hello 這套就是一個 combo set 有三位不同的製作人 幫忙製作 全部都是限制 我們男生 由濕透占製作 他有眼睛 紫細度有眼睛 中間的扭彈機 我們內地的朋友製作 他有扭彈在裏面 直接有扭彈在裏面 有扭彈在裏面 是的 有機會會掉出來的 如果你們不小心的話 但就扭彈不到的 但裏面真的是一粒粒的 右手邊那個女生 另外一間叫做 Laroa的公司製作 限量只是製作了六套 現在我們是一個 combo set 就是這樣 作為一個會展會的特別版 又來到這個攤位 我見到一些熟口熟面的設計 好像跟你也有些關係 沒錯 這個就是我們跟一個香港的服裝品牌 叫GSD 合作設計了一件T 當然用了我們其中的一個藝術 另外其他就是用他們自己的設計 變成了我們除了自己去生產之外 其實我們都希望跟更多香港的品牌一起合作 一起去令到整件事 混合和合作 以及不要經常都是車 我們想多一些不同的元素 這個又是去年我見過類似的 去年就是我們舊的設計 今年就是用了我們今年的KeyVisual 成為了新的隔壁包 一個掛耳咖啡 除了你們的外購 還有其他產品 於是中秋節 就是很多中秋的東西 還有禮服裝 還有一些貓爐 就要有的 今次我們又完成了一個薯片的品牌 所以我們這樣看的是Bullet GIF 特別推出了一個用車子剪 這個 Main KeyVisual 的包裝 小小包 還有這個品牌很特別 譬如說 阿迪sir你的品牌 如果可以做一個聯繩 其實它的量很小 好像一包都可以 一包都可以 所以就等你的聯繩產品出來 我覺得現在在面前看到這些 都挺有趣的 即是開工 又有準時收工 後會有期 甚至不做了 都有挺有趣的 我覺得一定是有一些特色的東西 大家賣東西的話 除了它味道好不好之外 其實一些畫面 或者一些眼睛的東西 都是非常重要的 這些就是香港精神 好了 Livins 又讓你再賣一次廣告 又跟你有關 當然 今次我們聯繩了Homebag 一個香港的品牌 廠在葵涌 做一個聯繩的產品 啤酒 負責人在那邊 是的 負責人在那裡 是的 我們就希望通過一些不同的產品 令到大家認識更加多的香港品牌 因為我們的show 除了一些香港本地的客人之外 都有內地啊 東南亞 他們都可以藉著這個機會 認識更多香港的品牌 沒錯 這樣一個很好的 說好香港會士的網友 靠你啦 靠你啦 Dixon 我們看完美女呢 都要看下這些 看卡啦 我們看 類似小卡 有不同的一些客戶端 是 除了我們這兩張港車 即是學過千金 是的 都成為其中一個主角 是的 成為主角 還有它甚至會來到現場幫大家簽名 哇 又有壞百貨呢 沒錯 那每張卡其實都說除了一個Base卡之外 其他卡都有不同的一個叫做珍藏度 譬如說它的卡數量越少就越貴 現在在市面上 他們有一張Timex卡最貴的去到八千元 所以不單只玩車的 玩卡 亦都希望在我們這個展會裏面 給大家接觸多些新的東西 或者一些不同的東西 果然這個車仔展過來看看 真是不看不知知識那麼落下 又會來掌知識 沒錯 有很多新旗的品牌大家來打過去 這個打卡位 有點像地鐵站 其實今年我們就用了港風做主題 所以就變成了 港風是香港風 香港風 亦都為香港風樂的風 所以我們有很多 譬如說我們以一個香港特色的 即是一些背景 有一些香港特色的一些食物 飲品 因為亦都配合說 其實我們今次車仔展 有很多東西屬於香港的品牌 你說的食品應該看到對面有 後面有 後面有 我們又可以看一看 我們走過去看看 這個就是炮谷 這個就是炮谷 這個純粹炮谷 也是一個香港的 就是一個原產的 因為其實我們吃炮谷 其實也有很多外國品牌 我們亦都希望通過這次的合作 推廣一些香港的味道 是 力常你看看是否知道 試一下這個可以 可以 開這個 你試一下是不是有一個 粟米玉粒味 對 對 真的挺適合 粟米玉粒 這樣就對了 厲害 最重要是齊次 我們都會去看看環節 他們都會炮製一些香港的味道 就是粟米玉粒飯 這些就很香港 在餐廳做 粟米玉粒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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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現在來到你們的卡卡 是 車仔應卡卡 我們卡卡就比較簡單 我們卡卡其實就有我們今次 就是我們每一年的福袋 福袋裡面除了我們今次 就是特別設計的一個設計之外 先拿起一個 是的 特別設計的一個之外 裡面其實都會有一個 隨機的車仔 希望大家都有一個 一層補的感覺 可以嗎 是的 每一年的設計都不同 我們今年這個設計 其實就是用回我們的主題顏色 三種顏色 拆開的 每一年我們在福袋的設計上面 都非常有心思 希望 最重要就是大家拿出街就用得好 是的 還有電話繩 還有電話繩在裡面 還有Postcard 這個真的 同事比我更加熟 裡面是很多不同的精美的產品 有些Postcard 有些Postcard 有些精美Postcard 大家感覺到這個懷舊的東西嗎 你可以吸引 然後按在這邊 我們後面的位置其實可以吸引 吸引之後就會按成這樣 嘩 這麼有趣 這個打卡概念 我們今次是非常做了很多的 看一次 醒或 正前往 lim 跑 爹 抱 讓 我